我們現在回到Mobilite這邊來 如果你覺得它布景主題還不夠 你可以來這邊 事實上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這個都免費的 那它到底這個軟體要賺什麼 廣告 你哪裡有看到廣告 Galpen 它賺你工具 就是在這邊 有沒有叫intention 叫擴充工具 也就是說你今天 如果 糟糕 我要這個比較漂亮的布景 你就要來家開啟 這樣你了解嗎 或者它有一些其他工具在裡面 你可以從這邊 那沒關係我們往下走 往下走有免費的 有加號這個有沒有就免費了 你就可以把這個布景把它下載下來 你按一個加號 它就告訴你我加進來了 有沒有 這樣好了 關掉 有沒有就進來了 等一下我們在建立新網站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你的布景是什麼 好 那再來是右手邊這個 這裡也有 有沒有還有三的 還有之前的對不對 它還有一些工具 那麼還有一個各位可能要留意一下的 就是Google現在在推這個 叫AMP 那你有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嗎 那如果你知道的 你就會發現說 Google既然推這個 以後它就會對這個比較好 這種架構比較好 那你現在連技術都不想瞭解 你就按一下就好 哈哈哈哈哈 你就有這種布景主題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用這種網站 放在 做好之後 放在網站上 Google的排名會比較前面嗎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 因為它現在在推這個啦 好 那你往下走 往下走 如果你還想要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其他工具 有沒有 Google的流量分析 社交的 對不對 比如說你要把FB 一些資訊加進來 然後呢 還有這個 Instagram的 這個做什麼 這個做那個 SEO是什麼 關鍵字啊 對不對 你也可以把那個加進來 以前我們要做這個 當然要手動編嘛 但這個就已經在裡面了 另外一個 如果你想要自己做翻譯 現在沒有正體中文嘛 你可以加這個進來 這樣你就可以自己翻成有正體中文的 版本啊 對對對 就那個語系啦 我們現在用的是簡體嘛 也可以像這樣 這樣有了解那個概念的 所以 它有些工具可以這樣加進來 那所以呢 你如果像這樣做好的 我剛有下載一個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來這邊 我可以建一個新的網站 有沒有Mobilize AMP 那剛剛這個是不是下載的 所以假設我用AMP 你看一下 Skip 這個 啊對了 你如果 覺得 不想開電腦 你可以開手機 它有APP 哈哈哈 你用APP就可以做啊 對 用APP就可以做 哇賽 也可以 不過說真的啊 你用手機 我是不鼓勵啦 因為畢竟螢幕太小嘛 不過它是Enjoy而已啊 有那個 好像有那個 iOS 我忘記有沒有推出來 但它目前應該是Enjoy的 看起來是Enjoy的 你如果在平板上 應該是比較適合 iPad 對 iPad 我還不確定 我要找一下 我忘記它有沒有推那個 我這邊 先 你按一下 好 我就說我建立一個新的 你來看一下不同的布景主題 看一下感覺怎麼樣 目前Google的這個主題 這裡比較少 可是它的架構基本上是雷同的 好 基本上是雷同的 所以你可以看看說你要哪一個 好 我就跟剛剛一樣 你要哪一個就把它丟出來 有沒有 有選單 有影片圖片 有不同的 這樣 所以呢 你在這邊你就可以預覽一下 你用IE 用Google Chrome 用Firefox其實都可以看 都可以看 好 你看這邊這樣 有沒有 哇 那種一樣啊 你也沒幹什麼事情啊 你只不過選好一個適合的而已啊 對不對 你就少去煩惱 因為說真的 我們中間有一段時間 做網站很困擾 就是不同裝置的這個螢幕大小 因為你為了這個 你要調CSS 怎麼掉來掉去 就麻煩 因為你要去判斷 我多大就要變什麼一個 變多大變哪一個 這個就相對麻煩很多 所以我們用這個 有沒有就簡單很多 就不用太複雜 你只要負責會改內容就好 會改內容就可以 這樣 有沒有覺得 有點概念了 所以現在呢 做網頁可以真的變得相對簡單 當然 還是我還是強調一點 如果你想要往這個方向走的 不要忘記 往下挖也很重要 因為我現在是 幫你往上拉而已 我放比較多煙火給你看 但是呢 你的根基沒有 扎好 這個 你就只能做到這樣而已 所以其實如果你真的 現在是要往這個方向 Coding還是要了解 但是如果說 我以後工作不是這個 可是我工作上有需要 變一個網站出來 隨便弄一弄也有 好這樣也是可以 這樣大概了解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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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